Hello,爱采访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谢红 那么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讨论了我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一些经验 或者是学业的难度之类方面的问题 那么在这一期呢,我将着重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职业发展 以及在求职方面的一些经验吧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我当时申请到美国留学 其实我目的性不是特别强 并不是说我读了相关的专业 我就一定要从事相关专业所相关的一些职业吧 所以呢,其实我从事了不同的职业 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很奇怪 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本身我一开始就不是这么计划的 那为什么选择了咨询这个行业呢 是因为我在博士二年级的时候 我那时候其实就决定了我不去学术界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决定说我要去做 完全没有说我要去做咨询这个行业 那时候还没有决定 其实那时候以及到后来四年级的时候 我都还有几个方向在选择 那一个就是去药企 那药企其实是和我在博士期间所学习的内容是差不太多的 对吧 这个就相当于是大家所谓的和做的和本专业相关的事情 那第二个呢,考虑的就是咨询行业 为什么会考虑咨询行业呢 是因为当我了解这个行业以后 我觉得这个行业所做的东西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一个比如说你去做一个case呢 你在相对一个短的时间内去可以完成这个case 然后你下一个case你就可以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那第三个行业我考虑的呢就是做investment的行业 因为现在有好多在biology或者是biomedicine相关的investment的行业 他们会招一些有博士背景的 也就是说你的科研背景比较强的 因为这个行业说实话是一个需要对本专业了解比较深刻的人才能进得去的行业 所以他们也很看重你有没有专业知识背景 但我本身来说呢我又希望去做一些跟商业相关的东西 所以在那个biology相关的investment呢也是我的一个兴趣点所在 那当时呢我就主要有这三个方向去选择 后来我就去了在我四年级的暑假的时候 我就去了Pfizer就是辉瑞制药去实习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到底会喜欢或者讨厌一个行业 在你去真正的了解它之前 所以然后当时我去Pfizer实习了两个月呢 并不是说我去实习那个职位不好 也不是说Pfizer本身这个公司不好 也不是说这个行业不好 只是我觉得在实习了两年之后呢 感觉跟我自己的性格不太符合 因为我在两个月的期间呢 我首先第一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工作节奏节奏稍微一点慢 可能是因为我是实习生的原因吧 也有可能是行业就是这样的 那第二个原因呢是我觉得呃我希望更多的去看一些呃大方向的东西 呃因为在你在辉瑞做做实习的时候 你很多情况下你是做一个非常小方向的一个研究 但我本身是希望去看一个比较Broad的一个方向 那就是呃这两个加钱呢是决定了我后来为什么不想再继续找药企去做研发相关的工作 那对于咨询呢我当时参加了学校的那个咨询的俱乐部 呃有一年的时间吧 然后同时也做了一些case competition 然后发现这个咨询行业来说还是非常吸引我的 以及再加上后来去听咨询公司的一些info session啊 以及跟那些在做咨询的朋友聊天啊 发现这个和我的性格比较相似 那第三个在那个investment的其实我也有去了解一些公司 然后去面试了一些公司 不过相对咨询来说啊相对咨询来说我可能还是更喜欢这个咨询那个行业 其实这个呢我想说的是它既有相关性又不是最又不是完全的相关 因为我们在找咨询面试的时候 特别是在那个最大的那几家mbb这几家公司的时候 他们的要求说我 不care或者是没有关系你本科具体是学的什么的专业 但是他们主要的需要的就是你在博士期间所develop的那些能力 就比如说你的逻辑思维能力 就就是为什么他们很多时候会招一些science background的一些phg学生 因为在这方面学生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就有一定的逻辑性 以及比如说你之前setup了一个hypothesis 然后你会做一些实验去验证你的hypothesis是否正确 以及你通过分析你的实验数据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去验证你之前的一些假设 这个也同时也是在咨询方面特别需要的一个技能 所以为什么我说它既和你phg期间学的工作相关又不相关呢 这就是原因 我觉得转专业这个问题可能您算是问对人了 因为我其实算是一个转了很多次专业的人 就可能大概就说一下我的经历吧 因为我在本科的时候我刚进医学院的时候 我其实读的不是临床医学专业 我刚去的是预防医学 就是可能会做就是如果说读下去的话可能会做流行病学相关的大健康或者是环境污染相关的一些事情 然后在第一年的时候呢 我觉得自己可能不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以及觉得当医生应该是一个比较适合我的专业 所以我在第一年的时候呢 我就转到了临床医学专业 就当时的想法是想当一个医生 但是当我在这个专业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我又会发现自己好像并不适合当一个医生 以及像上一期节目说的 我不太想要一个一眼望到头的生活 所以在学习临床医学专业的时候呢 我决定了出国来读PhD 然后这就是当时我为什么选择读PhD其中一个原因 但是在读PhD的时候呢 可能想法又有一些变化 就是说我喜欢搞研究 但是他可能并不是一个我想把它作为 以后职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其中 为什么又从做研究转到了咨询的一个原因 那总体来说 为什么说我是一个 就可能问我是相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转了很多次专业的一个例子吧 我自己感觉 每个人在人生的各个节点 你可能想的事情 想做的事情都不一样 那你去转一个专业 我个人认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其实你在思考人生 或者是在转专业的过程当中 其实你是对自己对本身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那如果说你开始不喜欢自己现在所做的东西 那为什么一定要完全的持续的去做一做那个不喜欢的事情呢 为什么不换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呢 我觉得重要的不是说你转多少次专业 重要的是你在转专业之前 你有没有想好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以及你有没有真正的去为转专业这件事情做好充分的准备 而且转到你想要系 或者是你喜欢的那个专业上面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大家想说转专业这个事情的话 这个其实我可以大概的通过咨询公司筛选简历的过程大概说一下 当然我可能说的也并不是特别的专业哈 我只是根据从咨询公司的info session 以及跟在这几个公司从业的人员 以及通过自己的经历大概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可以我想的话 我大概可以通过这个简历的顺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简历 就大概反映一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同时也可以反映一下你该去如何去准备咨询面试相关的东西 那第一个点呢基本上都是你的学术背景 那学术背景大概就包括你所上的学校以及你的GPA啊 或者是你在学校所取得的学术方面的成就 那他们希望的呢 特别是这个最大的几家咨询公司 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是 首先你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学校 那你在学校呢所获得的GPA 应该是至少是top的GPA吧 至少说明你的学习能力是挺好的 因为在咨询公司在做项目的时候 你需要在非常快的时间去了解一个行业 那就希望你有非常好的非常快的一个学习能力 那至少你的GPA呢能够从一个侧面去反映你这方面的能力 那第三个学术方面的点呢就是你在学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因为这几家公司呢他们都希望招一些已经有一些成就的人 那对于PhD来说呢那我们的成就来自于哪呢 很大一方面是来自于你的学术成就就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在PhD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好用的药 那可能他就和自己的导师成立了一个公司成了一个startup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他这个经历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因为你本身在学术上你就有了一定的impact 他们会觉得你可能在以后的工作当中你也会有一定的impact 那这也是咨询公司最看重最看重的点 你所做的东西一定是对这个社会或者是对某个行业是有一个impact 那第二方面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就是你对于你想做这个行业 你是否真的感兴趣 你是否真的有一些experience 那其实感兴趣呢就是是否感兴趣呢从几个方面来看呢 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去参加过他们的info session 你有没有真正的去了解过他们 你有没有去你们学校的咨询的club有一些真正的经验 你有没有在咨询公司相关的实习 以及你有没有其他相关的business的经验 比如说你有自己的startup 或者是你有做过相关的买卖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能够体验就是能够展现你真正的是对这个行业是有兴趣的 如果说你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 他们才会去希望去把你recruit到他们的公司 然后你才能够长时间的去在这个行业做下去 对吧 那这个就是对于你过往的经历以及对咨询的兴趣 那第三个方面呢就他们很看重的是你的leadership experience 就是说你在本科的时候或者是在博士期间的时候 你有没有lead过一个team去做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lead过一个team去赶一个deadline 或者是你有没有领导一个team去呃办成一件特别成功的事情 那这件事情怎么定义成功呢 就是可能比去年你recruit了更多的funding 或者是你有更多人参加这个活动 或者是呃什么什么样 就是你要用数据说话 反正就是如果说你要比之前有提高的话 说明你这个leadership是成功的 那刷完简历 那只是往往就是第一步 那往后呢就是面试了 面试我觉得很多时候是看重你的软实力 因为其实面试咨询公司的面试 咨询公司的面试大家大概都有一个了解 那就是前一部分会跟你聊天 那不同公司可能会聊的程度不一样 比如说像BCG他叫feet 就是feet就会问你一些为什么想做咨询呀 或者是呃为什么想选他们的office 或者是问一些你以前的leadership experience呢 像麦肯锡呢他们就叫pei 叫personal experience 就这么一个问题 那他们就非常看重你在你过往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什么有high impact的东西 就是有影响你的这个society 或者是你周围的同学呀 或者是呃事件的东西 那这个就基本上就构成了咨询公司面试的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大家都知道是那个case 就是你做一个商业的case 就他们给你一个商业的问题 有可能是他们编造的一个问题 有可能是他们在实际的公司 呃就是真实的case 就是看你去如何去分析这个问题 你是如何去generate你的hypothesis 以及如何去根据数据去test你的hypothesis 以及当你得到一些结论以后 你是如何去总结这个事情 那这个case方面呢首先是需要你逻辑思考的能力 第二个方面是需要你去主动的一个去主动的去drive这个case的能力 那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你的communication 就是你说话 你对方是不是很容易听得明白 或者是你会不会让别人感觉到非常非常的confusing 或者是你的deliver的一个信息是不是一个linear的过程 因为这个其实对于咨询行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面对的客户往往都是公司的ceo啊cfo什么的 他们没有那么特别多的时间去听你说一些非常杂的东西 那他们一上来就希望听到你的结论 那你support这个结论的东西都是哪些 那非常调理清楚 那如果说你在面试当中你也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 那就是非常好的 那communication另外方面呢就是叫他们叫client friendly 就是说你跟别人聊天要别人觉得愉快 而不是让别人觉得啊不是特别想跟你这个人聊天 这个过程 那很多时候呢就要看你和面试官他们聊不聊得来 就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是面试官你以后要跟我工作 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工作 就他们还说了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 如果说我们要一起去机场坐飞机去客户那 那我愿不愿意跟你一起坐飞机 你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还是还是说我跟你一起会觉得很尴尬 那这些就是一些软实力的体现了 我觉得我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就是希望大家目标稍微的清晰一点 以稍微早一点去做准备吧 那是目标稍微清晰一点就是你希望你以后要什么样的生活 那如果说你能够有一个稍微七七点的框架 你就能大概知道你要往什么方向去努力 那第二个方面呢 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对自己比较明确的定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去尝试每一个行业 因为我明白的是我知道是有的人比如说性格比较内向 那你是让他们去一直跟客户交流或者是去做一些很多communication 他们就可能不太适合 那有可能他们就特别适合去做一些设计啊 或者是做一些跟操作相关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你要认清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喜欢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自己的定位要非常清楚 那第三个方面呢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保持一颗非常有就是坚韧的心 就是你才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找工作的过程说实话是非常辛苦的 我个人的话几乎是算就从一开始参加各种咨询的club 或者是做case competition 以及之后练习面试整个过程加起来可能有一年的时间吧 特别是在最后两三个月相当于是冲刺的时间 每天基本上都是早上八九点到晚上十点十一点是非常正常的 就是这么一个学习的时间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几个月就是坚持下来 然后你才能够看到好的结果 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气馁 因为在我了解的很多人里面 他们可能第一年在申请咨询的时候 并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因为并不是说他们能力不行 只是说有时候运气没有那么的好 那他们有就有可能会说 那我今年没有达成我的目标 那我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但是我明年我再来一年 所以说我再准备一年 我这一年再去多做一点东西 对这个行业再多一点理解 我再去认识更多人 跟他们更多的去聊一下 这个咨询公司的工作环境或者什么样 那第二年在做case的时候 我就再深刻的再多做一点 那第二年他们好多人都有身上了 我非常理解这种生了一年又一年的那种痛苦 其实并不是能力不行 就我刚刚说的 只是差一点运气而已的时候 但是如果说你再准备的更充分一点 你的运气可能就会更好一点 所以最后第四点 就是说大家一定不要气馁 总有一个你喜欢 而且对方也喜欢你的公司 就是找到你这样一个职位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